我是妮卓元Sharon 我大部分時間在香港工作跟生活 我最喜歡的美材是陶瓷 但是我的創作也不限於陶瓷 也很喜歡用不同的素材 譬如是攝影錄像來創作 這次的展覽是叫雙城四多 然後四多其實就是從十多這個字翻譯過來 雙城其實是在指香港的九龍載城更保障眼 我是想要把他們對焦然後翻譯 就是在大城市裡面其實是不是我們的城市面貌 或者是城市裡面的風景就是很快的被城市發講說 消磨或者是一直被改變 我覺得雜貨店是個很有趣的結構 跟一個城市的共同體 它是人們做生意的地方 其實很多時候也是他們居住的地方 因為他們住在那個商店的後面 所以我就把兩個空間也很不一樣的感覺去重縮 後面比較會藏了我祖父母的四多的一種莫名的關係 這是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 但是它好像跟我很不一樣的方式去連結 然後所以這個展覽的分布就是有前面的店鋪跟後面有一種家具的感覺 我在展覽之前辦了一個小小的pop-up store 就是它是我把香港雜貨店的東西買過來想跟台灣人交換 然後這些東西都是從九龍城一些雜貨店買過來 所以都是平常比較小在超商會見到的 然後這個以物易物的過程其實是我想把台灣人會平常買的東西 或者是他們生活裡面的一種選擇帶進了這個展覽裡面 所以他們跟我交換我就會繼續把這些東西拿來發磨 然後我發磨的材料其實是用水泥 為什麼我會選水泥了 因為我的祖父母在香港其實以前四十年代有一家四多在台灣那邊 但是當我在想要從成就是繳回這借家四多的原子的時候 我發現它已經變成了一堵很高的水泥腸 就是好像東西已經消失然後埋藏在水泥腸的後面 所以我就覺得水泥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媒材去表達可能是城市發展 或者是有一種檳榔跟距離感的一種媒材 所以它表現的其實是一個附空間 並不是要把那個貨品重新把它翻出來這個樣子 神性相 Filip 神之婦